文宅堂专注于宗旨,让文字温暖,我们的心灵,所登在的作品被作者首发,必究,希望喜欢文学的朋友欣赏,分享传播。 王景这小小说,父亲的闹钟,每次回到父亲家,一看到那个破旧的老式闹钟,子文就觉得心里堵得慌。 他纳闷,父亲为什么要执意留着这个闹钟呢?在他的记忆里,母亲去世后,这个闹钟就一直放在书架旁,近三十年没挪动过。 更奇怪的是,闹钟的吊针竟然一动不动,十针始终停在十点,鸟针和笨针是重叠的,始终指向十五分。 子文曾多次跟父亲说,爸,就把他扔了吧,你把这个消息搬搬,你的破闹钟摆在这儿,多不协调啊。 再说了,咱家不是有点始终吗?然而,父亲的态度很坚决,是不协调,不过现在还不能扔。 他嘱咐子文,你告诉弟弟妹妹们,谁也别动,那是我的脑袋。 脑袋,父亲这么一说,更让子文百思不得其解。 这几年,父亲的身体,一年不如一年了,十几种疾病一直在困扰着他,再加上年事已高,自理能力在逐渐丧失,记性也差,特别容易忘事。 刚跟他说过的事,转身就不记得了,甚至连吃样这种小事,不提醒他,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,吃几片。 他琢磨着,父亲之所以要留着这个闹钟,难道是为了给自己提醒什么吗?还是要记住什么事?或者只是为了纪念? 国庆节那天,子文跟父亲说,过几天就是您老八十九岁的生日了,我和弟弟妹妹准备找个豪华酒店,热热闹闹的给您我八十大寿。 好啊,好啊,父亲高兴的没飞色舞,不过,你去跟弟弟妹妹商量一下,时间就定在十月十五日吧,你觉得可以吗? 爸,这是还商量什么呀?您说了算。 不过,您的生日是十月六号,为什么要在十月十五日过呢? 子文对这个日子从小到大都没有一点概念,父亲说,十月十五日是我和你妈妈结婚五十周年的日子,也许是勾起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,说到这里,他有些哽咽了,沉默了一会儿。 父亲激动的说,喂,你知道吗?我和你妈妈毕竟磨难,感情深厚,在那个年代,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,我和你妈妈能走到一块儿真是不容易啊。 所以,结婚后,我们有个共同心愿,一定要健健康康的活到八十岁,让孩子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给我们半个快快乐乐的结婚宴,让到孩子们和小孩子们都来见证我们酒精考验的爱情。 喂,也许你不会相信,你妈妈当时还和我拉钩了呢?我两心坏的只生下眼泪了。 可是,万万没有想到,你妈妈敬,父亲说不下去了,眼角已灌满了泪水,紫薇为父亲轻轻擦拭了一下眼睛。 父亲继续说道,你们就把我的生日宴,改为我和你妈妈的结婚件吧,也好了确我和你妈妈的这个心愿。 结婚件的第二天,紫薇在给父亲收拾屋子,是突然发现闹钟不见了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他问父亲,爸爸,闹钟呢?父亲说,我把他放到杂物口袋里了,反正现在也容不上了。 紫薇拿出了闹钟,想问问父亲这里,到底有什么秘密? 当他的眼神再次从闹钟上滤过时,像病死似的立刻钉在了闹钟的时间上,他凝视了好一会儿,然后一拍脑袋,猛然间明白了,为什么三十年来闹钟的时间总是十点十五分了。 王景志,原名王杰,大连人,正宫师,从企业高官高位退下后,常用写暇时间写作,并将此作为充实自我,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。 对微型小说情有独钟,几十年的历练和沉淀,催生了通过文字表达人生感悟和精神发现的愿望,并希望用热忱、真诚、正义与爱心,弘扬人们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主流意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